这是中国人常说的话 这是万世中初的英雄 一般来说处于动乱时期 常有许多英雄人物出现 三国时期诸葛亮便是其中之一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军师 刘备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就都是十分突出的 同时也就是后来诸葛亮所经历的各种事件 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长恩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这样既能浏览往期的视频 也能接收最新的视频消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还可以发现古代人有很多独特的智慧 据传诸葛亮去世后 人们都把他葬在陕西 而且诸葛亮也不希望别人打乱他墓中的宁静 因此墓穴里有很多精美的器官 尽管诸葛亮死了 但是他创造的辉煌依然存在 大家仍然崇拜他 正是因为这样 许多人希望像诸葛亮一样有才华 诸葛亮是历史上的名人 三国时期 他为刘备献祭 中阴祭劳成吉 战争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足智多谋的军师死后 埋葬在陕西境内 子孙后代不愿影响他的平静 公墓里设计了许多机构 有传闻说 曹操墓里 诸葛亮曾使用过一些物品 后世子孙若能得 还可以做一个像他一样的军师 但是许多盗墓贼潜入墓地之后 由于这些复杂的器官 是无法进行过度深入的 只有周围的鲨鱼才能回来 刘备在世时 受到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 在此之前也是如此 从前随朝著名的儒学教育家王通 就是这样评价诸葛亮的 又说如果诸葛亮没有死 泽里月大兴 从这个角度就知道了 刘备在世时 的确对大家有很大影响 他的去世也成了一种遗憾 后面还有我国的孙中山先生 诸葛亮是个天才 这样 西蜀就可以建立良好的政府了 并能溜出奇山去北伐 无谓顶着而三 据相关史料记载 为避免被盗墓贼挖走诸葛亮 在我的生命中被敌人摧毁 很多早已经看到很多观众 已经转移了事情 中国各地都在建造墓穴 这个墓穴是专家发现的唯一一个 不管是吃饱了还是死 一个诸葛亮的所作所为 显示了他非凡的智慧 这个时期盗墓很流行 很多人都很注重他们的死 但愿死后能清静 特别是一些有地位的贵族 所有的宝贝都将被埋起来 为了突出自己的身份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灾难 吸引了很多盗墓贼 如今这些古墓大部分石墓九空 也更加令人遗憾 但诸葛亮目发觉虽未成功 但是许多人对他的探索性却越来越强烈 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 有朝一日能找到答案 曹操就在这里 诸葛亮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他生前 还包括从那以后他设计了很多灵物 以求亲戒不愿被打扰 如果强行进入的话 少不慎碰到了机关 轻则伤重则丧命 据传说 诸葛亮把他的所有生活用具都放在了墓穴里 如果有人可以得到他们中的一人 并将其应用于其中 可以和诸葛亮并肩作战 相同的智慧与策略 正是这样的真品才那么珍贵 必须建立复杂的机构 免得容易被当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存在 很多盗墓者在进入墓穴之前 就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内心 只有无用的离去 在考古界 诸葛亮安葬在陕西 几乎家喻户晓 这样不用紧张 或者想潜入诸葛亮的墓里 我思还希望能到诸葛亮墓里做考察 三国时期是一个著名的军师 刘备这一宗旨 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墓园的景象必然引起历史的轰动 假设能得到一个或两个墓穴来分析研究 对我们的考古有帮助 考古人员勘测墓地的方法 与盗墓贼自然要严格 无异于墓地 他们只是做适当的调查研究 科技的发展不断突破考古技术 中国的考古专家 用挖金子的工具 慢慢打开诸葛亮的墓穴 诸葛亮的墓穴 最终被中国考古学家发掘 但是进了诸葛亮的坟墓 其中一墓令人吃惊 那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整个陵墓都是空的 一个诸葛亮也没有 那是个雨扇 不过这山上的技术不错 这一发现对考古研究有重要意义 很多人都为诸葛亮墓而感到惋惜 公墓的场景轰动了历史 你没骗过我们 就诸葛亮的雨扇来说 还有历史记载 这些都是诸葛先生的宝贝 常常随身携带 这把雨扇可说是诸葛亮身上的标志 后世提起诸葛亮 也常提到他的雨扇 想向诸葛亮手持雨扇 指点江山 因此可以推测 这是诸葛亮现在用的雨扇 这大概是他在世时经常使用的 对于诸葛亮来说 事实上还存在一个猜测 一个诸葛亮的谋略 他本应在死后考虑的 后代要了解自己将进入他们自己的目的 于是他只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宜观主 这里面有一些穿过的衣服留下的信息 以致大家都错误的认为 他真的被埋在这里了 这就是他的真正目的 永不为后人所发现 会一直享受瓶颈 看来很多考古学家都很清楚这一结果 坦率的说他没有欺骗我们 其实诸葛亮早就把这件事公开了 根据相关历史记载 诸葛亮为防止墓穴中的盗墓者和敌人的破坏 为了遮蔽他的视线 做了很多遮蔽 目标变不各地 刘备没有把他的尸体和东西放在里面 一种现在被专家发现的冠状物是其中一种 自古以来 一个诸葛亮是人所供之的 他是一代名师 大家都很欣赏主公的鞠躬精神 另外 他以前见过很多衣观众 使盗墓贼无计可施 更体现出他的智慧 后来的言行多得令人羡慕 还折射出他的智慧 确实超越了常人 能得到这么多的赞赏 还可以证明 诸葛亮确实是很令人钦佩的 生前如此 死后如此 虽然诸葛亮受到很多人的赏识 但是仍然有人对他持偏见 即使是后代也如此 还想了解一下诸葛亮 每个人都知道了 刘备通过一些书写到了三国演义 他的真伪也有待上去 早期考古学家发现了诸葛亮的遗图 但是在墓园周围发现了很多机构 所以不能再进一步挖掘 在此基础上更成熟 来打开那些器官 进一步发掘诸葛亮的遗图 但是走进墓园后却令人惊讶 又让专家感叹 自己没有欺骗我们 原来坟地里没有棺材和尸体 只要一把伞 恐怕这就是诸葛亮所用的火山 这些与史书上的记载也一致 诸葛亮为避免自己死后 遭到盗墓贼的骚扰 以进行多项装饰 科学家们发现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当事人死后和我们现在不同 找到埋葬的地方 没有人偷 但那时盗墓贼很多 这是由于习俗 古往今来谈论的都是赋予谋论 诸葛亮能比得上几个人 诸葛亮在潜意识中 被赋予了神话地位 所以诸葛亮目发掘考古工作 日引起人们的兴趣 科技和科技在进步 有朝一日 我们会找到一个真正的诸葛亮 诸葛亮让他的部下 把自己埋在顶山军处 也有一些留言 诸葛亮把自己的尸体放下去 刚刚断神的地方 就是诸葛亮真正的墓学所在 但留言只是传闻 同样 我们无法确认这个消息 诸葛亮一生都很精彩 就算是死也要死 但是他的事迹 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人羡慕他 了解他的精神 以诸葛亮目为例 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 我们可以发现 诸葛亮身上还存有很多谜团 尽管直到现在 所有诸葛亮的灵目都没能活过来 而在我国 考古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请相信未来的日子 诸葛亮目的真实位置 也会被我们成功发现 在古代社会中可见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名士 只有这样 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还有就是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古人的智慧也令人叹为观止 考古学家们简单的在这一灌带中搜寻了一番 无可奈何的选择离开 有专家声称 诸葛亮的坟墓很多 那里也许是真正的目的或者全是一个听众吧 他的考察非常困难 这让员工们非常头痛 还有人曾提议放弃寻找诸葛亮目的计划 诸葛亮从古代起就是个罕见的谋士 许多历史书籍也有小说 所有的人都把它描绘成神性 反观历史 事实上像他这样足之多谋的人并不多 诸葛亮想尽一切办法修假分 但如今科技如此发达 考古工作者也在努力寻找这些遗迹 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也会知道 诸葛亮的真实意图 但是 无论诸葛亮的墓学最终是否被发现 而且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也没有改变 找诸葛亮是没有用处的 然而以为他有一事的英明是假的 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的天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按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